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今天是一個帥哥明依好辣醫師團 踢爆明依真面目 今天請來六位藝人 跟好辣醫師團要來公開 明依看診的真實狀況 超人氣明依 是名副其實還是須有其名呢 賀大哥 您拿了這是餓死之後 是的 這部戲是王小弟老師 親自指導一部戲 而且這個戲最特別的地方 我們瓜哥也有跨高客串演出 應該大家都是為了看瓜哥吧 沒有… 什麼小弟老師的台愛 你客串一下 20之後呢 就是講一些年輕人的奮鬥 年輕人就是後面這是兩位代表 新生代的演員 就是在這個戲裡面呢 我是整個社區的保全 但是呢 我是一個很好奇的保全 好事還是好奇 我很喜歡年輕人 就是年輕人到底在幹什麼 所以年輕人這邊租房子就對了 他們租房子啦 然後有一些搞一些什麼 曖昧的啦 同性戀的啦 什麼的 我一個一個了解他們這樣 是… 那新生代言有胡適安嘛 是嗎 第一次演戲嗎 對 第一次 你晚上很不熟耶 這是你兒子 那葉茨玉也是女主角 我是她的感情煩惱 她是男主角 我是她的感情煩惱 感情煩惱 胡適安是單戀對不對 對 單戀 所以我是大概在戲裡 是一個女神的形象吧 是 這個可以自己講嗎 可以… 是偶像劇嘛 這個我們台灣 不知是偶像劇是誰呢 對不對 而且這個戲是非常精緻 大概是二十幾號 二十幾 二十幾 三十號晚上 對 就是在公共電視每個禮拜天晚上的八點 到十點播出 是 精緻的偶像劇 二十之後來鼓勵一下 謝謝 今天這邊代表的是病方 醫方 我們探討的俗話說得好 人怕出名 豬怕肥 今天我們來討論的 什麼叫做明依啊 明依真的比較會看病嗎 還是因為經過媒體大力的吹捕 還是說她在媒體裡面比較會說話 媒體行銷有關係 今天來討論一下 明依究竟跟你想像的到底一不一樣 慕妮兒來看診 讓病患覺得見面不如文明 就是說 看不看的就有名而已 也是不夠多 像我三十歲之後就會固定的 做子宮頸目片檢查 可是我對子宮頸目片就是 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因為我想說每次檢查 如果說檢查的都是好的 我就覺得很安心這一正面 可是怕受傷害是因為 其實還滿痛的 就有的醫生手法是很粗魯 所以我就覺得好痛喔 然後就因為我很怕痛 妳沒有固定一個婦產科看嗎 之前就是每次 固定都很痛 所以後來我就知道 我覺得手不虛 很多朋友找手法很輕的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妳可以找一個 沒有 妳這樣試試試試試 手法比較好 我試了三個都好痛 我才想說 在高雄 你要找我的啊 我這個醫生手法很好 真的 我後來有找到一個很溫柔的 好像是一個副科醫師 像保安醫師就 那個 去年我還不見了 她的生育師也厲害 那醫院這樣來 後來我就上網搜尋 我就看到有一個婦產科醫師 評價很好 就是大家說她手法輕柔 然後態度又很親切 可是排隊要排很久 排了大概有一兩個月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沒關係 反正不痛就好 然後我就很開心去掛了號 那掛號之後那個 我就說我要做子宮級抹片檢查 然後護士就請我到診療室 然後那個時候我都覺得 態度都很好 可是後來到診療室之後 就是把腳開開的 在等待醫生來檢查的時候 我就在那裡等啊等 等啊等 然後過了三分鐘 五分鐘醫生還沒進來 可是我一直在 我一直在診療室聽到 就是醫生還在跟別的病患講話 可是你知道 兩腿開開在那邊 你不要說五分鐘 五秒鐘都超尷尬 真的 對 而且下面超涼的 我都怕感冒 真的 那個啦 空穴來風 真的 真的 就是那個 還很濃 然後後來 好不容易等到醫生進來了 然後我還沒開口跟醫生講說 醫生請你清點的時候 他就進去咔嚓 然後就 超痛的 對 我就還來不及跟醫生溝通 我就想說怎麼會 跟網路上的評價差這麼多 也是精細寫的 對 然後後來我 我後來回去 我看那個官網 就點開來 看每一個人的評價 才發現 那其實都有假帳號 因為點進去 它下面都沒有 就是個人的什麼資料 生活動態 然後我才發現 那是請廠商 去幫他塑造一個很好的形象 年輕的醫生 對 年輕的醫生 然後那醫生就是也讓我覺得 就是之後他就跟我說 我的報告就是有輕微發言 然後請我回去複診 然後他就說 舒小姐我看你應該是 性生活不單純 然後我就說 沒有啊 我沒有男朋友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沒有 我沒有男朋友 他就說 不要騙了啦 就是像你們這種漂亮女孩子 都是沒有固定單獨性伴侶 我就想說 怎麼會一個醫生跟我講這種話 然後就讓我覺得心裡好受傷 就下面很痛 然後心裡又很痛 一般講這種話 你掉頭就走了 對啊 我已經唱他說 你才嫌咧 我覺得女醫師 有女醫師的保護條款 因為那應該是女醫師 我們男醫師更保守一點 我跟你講大家把醫師都要求太高 其實醫師分幾類 有明醫 明醫跟暖醫 明醫人一定多 暖醫 良醫呢 可能可以把你的病看得比較好 暖醫就是讓你的就醫流程很幸 很愉快 但是你們對我們要求 是一個人要兼明醫兼暖醫 兼良醫 就像你要求一個人高腹帥一樣 也許真的遇到高腹帥 可是高腹帥那個人 並不會愛你的 你要講解這件事情 所以這幾個醫你要達到 其實我覺得有一點點難 還有一種叫神醫 神醫通常在宮廟裡面 負責幫神看的 那叫神醫 剛剛那幾個 我們幾次看醫生 常常都會遇到一個小狀況 你都希望我們很快幫你們看好 可是其實是有一點點難 我有個個案分析 講給我聽的 這是真的喔 他說有一次 其實他特別從大陸回來 因為他平常都住在大陸 他是比較特別的疾病 類似菜花那樣的疾病 所以他不放心在大陸看 他回來看 那看完以後 一段時間 其實他很不好醫 花了一段時間 我們真的醫好 醫好以後說 你真的不好醫 我們很認真的幫你醫完了 他說真的我也知道 謝謝陳醫師 他說其實 你來看你之前 我特別把 我有Google幾個適當的名字 然後給我一個朋友 他會看懂一些命理 而且他會看到 日後的一些事情 然後他給他四個名字 一看名字 他說找這個城堡人 他說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城堡人名列先班 專門幫那個神仙看病 我終於知道 原來我晚上很累 是因為我白天看健保 晚上看神仙的自費 真的包裝了 但他是真的很認真的講 你知道嗎 我常常說我們醫療越來越 我們醫生越當越久 其實就是學著 見鬼呢 不是說人話 說神話是什麼意思 要說他懂跟幸福 像這個 我雖然不是那麼相信 可是我就會跟他聊一下 我說其實那如果這樣 你要信賴你的 因為我們就是給他信賴感 所以我們醫生可以給的是信賴感 可是有沒有吐嘴的時候 其實難免會有 我記得我們最常見 因為我覺得我們這些 目前在感謝醫師好辣 其實現在製造一個健康節目 的一個風潮 其實很多好的醫生 在節目上得到大家的認可 但是有時候對我們期望值 不要太高 因為我們的訓練流程 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常常看 大家的治療原則是差不多 但會來找我們是因為 他節目上看過你 於是他覺得 他跟你熟悉 他跟你講話 他覺得比較好像 你輕得懂他講話 所以我常常遇到一種是 我們常常 像最簡單的 這樣的時候知道 陰道的 就是 異常出血 異常出血其實很多原因 我們都先排出來 我們長不好的東西 如果沒有不好的東西 通常是調精 但調精要有耐心 第一個 調精一定用荷爾蒙 你要先克服對荷爾蒙 害怕 第一個 調精的荷爾蒙 不會吃一顆就有效 一定要吃一段時間 才會穩定 所以最常見 他吃幾顆沒有效 就不吃 然後就說前面治療沒有很好 而且現在病人很聰明 他看節目知道 我們醫生不喜歡你 去抱怨前面醫生 他只是委婉說 吃好像沒有很有效 我想聽聽看 你的意見是怎麼樣 那有些 我記得有一個案子 我來了以後 我真的就挑 就前面應該醫生差不多 於是我在開 但是我很委婉的跟他講 你一定要認真的吃 我就把我名列先幫那個故事 講給他聽 然後我說我專門幫神仙看病 你要好好吃 所以這是故事可以拿來用 他說好 我真的好好吃 但是我說 你把上醫師 你吃不太有效的藥 給我看一下 因為其實前面的用藥不好 我們其實可以做參考 結果藥拿回來 他說陳醫師 我跟你講 吃藥真有效 我上次吃三天都沒有指 那你這個吃三天 第三天晚上就指了 然後而且這14天吃 都沒有不舒服 我前面吃的時候都不太舒服 我說那很好 這次很好的反應 那我已經拿他前面的藥 跟我的藥 一模一樣 所以你知道 其實我們看的是什麼 我其實不是在收買人心 有時候某些治療是一致的 但是我們其實在學的就是 跟病人溝通 讓他聽得懂我們的講話 我覺得我們慢慢學了成長 都是做這個事情 其實大家可能 很多人看到是免疫的光環 其實免疫的背後 背負的包袱的壓力 其實很大的 我講一個我在 做實習醫師的時候 我跟我的老師 老師真的是品德高尚的 一個外科教授 他專長是乳房外科 我們知道 在我那個年代 你教授門診 第一個下面一定跟什麼 跟住院醫師 是不是 住院醫師後面還有跟實習醫師 所以在以前 大家認為說到教學院看病 有學生在旁邊 跟有什麼不對的 好像大家都很習慣 那時候我們就在 跟老師診的時候 就剛好進來一對年輕的 年輕的夫婦 他說這個 某某醫師 我們這個 外面也真的很多人 他們掛號也等了很久 就說這個 我太太乳房這邊 好像摸到一個 是不是能夠教授 請你幫忙高枕一下 老師其實是真的 就是也很客氣 他也非常非常的有禮貌 他說好… 我們可以幫你看一下 不過那流程就是 他先請他的住院醫師 先摸 他先摸 結果他先生一看就 奇怪 跟期望不一樣 我是看您怎麼讓你的學生 來摸我太太的乳房 對不對 那他也不好意思講話 反正就是大概你摸完 會另外一個摸 所以他住院醫師就摸… 好像摸到一個塊 老師問 摸到怎麼樣 硬的 軟的 邊緣平不平整 昨天醫師就報告 報完之後 他說那請我們的實習一次 就請我 問我 假設 他裡面要婉拒 婉拒有一點 沒有 在學習 在我們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他們學習的過程 學習的過程 真的有這種狀況 這種狀況 因為我們在學 在學 要不要看 其實那時候我已經看到 他先生臉色不太好看 就是有一點 有一點不悅 不悅 可是在跟診就是要學習 老師講解釋 你要不要摸摸看 我就手就快點摸了兩下 就不好意思再摸了 不好意思 剛剛這個陳醫師 學長是朱元醫師 陳醫師剛剛講那幾個特性 你有沒有感覺出來 我說有… 摸完之後 終於這個老師要親自要 要數碼量去檢磨 老師還壓軸喔 不是… 我先講 現在聽起來好像是很匪夷所思 流程 對 其實在以前 那個快幾年 二十 快三十年 所以那個時候為什麼 其實那個時候就是師徒制 醫學系就是師徒制 老師帶學生 他講的 不是民國初年的事情 不過在以前 在以前你走到教學醫院去 每個都是教學門證 所以老師親自檢查的時候 好巧不巧 桌上電話響了 結果老師這個時候 跑來去摸 就檢查乳房的時候 突然電話響了 他那個時候可能也不是什麼 故意不尊重 他就一隻手留在乳房上 一隻手去接電話 所以我接電話的時候 可能對方 我是不知道講什麼 不過聽老師的回應 可能好像就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教學你 要講什麼 清菜…都好… 好啦… 清菜… 他手還繼續摸著 一邊講電話 其實老師的意思 他可能是不是對方人家 問路透是怎麼開 你就向右轉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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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其實老師他的意思就是 他也不好意思 他可能就是 他等一下把這個話講完 清菜… 結果這個時候 還在這邊檢查之後 他先生就當場 就發療 什麼…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對… 它們還有… 是… 可以睡覺 什麼事來度 咦… 你… 很難看